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院议长的宝座 这也是美国独立建国以来 联邦众议院首度罢黜议长 众院议216对210票通过了来自佛罗里达州众议员 Matt Gates所提出的罢免案 重新点燃了保守党内部老派 与支持前总统川普煽动派之间的斗争 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继任者 共和党仅以221席对212席的些维多数控制众院 如果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 共和党最多只能有5名的议员跑票 而在昨天却有8名共和党议员 跟208名的民主党议员投下的是赞成票 通过了罢免案 而Gate是这小群极右派的领导人物 他们先前就拒绝在没有大幅削减开支的情况下 通过新的联邦资金 他们要让联邦政府濒临关门 而这群人也反对进一步的援助乌克兰 鉴于共和党在去年11月其中选举 仅以微弱优势赢回众议院 强硬派在众议院对立法现在形同握有实质的否决权 众议院9月30号在大限前通过的延长拨款措施 法案可以维持现有的支出水准 但是不含新的乌克兰援助 而Gate随后表示将会采取行动 罢免麦卡锡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他的提议已经付诸实行之外也完成了 那么在麦卡锡遭到罢免 他也宣布就是不再搅逐美国众院议长一职了 他在今年1月才历经15轮投票 坐上议长宝座的麦卡锡 在位仅仅短短9个月 就因为党内极右派和民主党联手逼宫 他成为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位被罢免的众院议长 目前共和党还不确定出马角逐议长的人选 而民主党方面也有可能推出非洲裔的领袖 杰弗瑞斯 目前在议长的位置由麦卡锡的盟友 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麦亨利 站带临时议长的职务 一直到新任议长选出 加州出身的麦卡锡议长之路是颠颠勃勃 共和党去年11月其中选举时 以些为优势赢回众院多数党地位 尽管没有强有力的挑战 但是党内极右派势力反对 在历时了四天十五轮投票 麦卡锡才坐上了议长的宝座 拿起了联邦众院议长的议长锤 他写下164年以来 拖延最久的议长选举 而当初在杯葛主力 就是这次提出罢免案的Gate 而在这里也同样看到总统拜登 在昨天就和多个盟国跟欧洲联盟和NATO 被打西洋公约组织的领袖通话 重申的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警告支持力道降低 恐怕会助长俄罗斯的企业 引发更为广泛的冲突 在昨天拜登总统致点重要盟国领袖 安抚他们对美国是否持续支持乌克兰的疑虑 尤其是在华府正陷入政治混乱 共和党强硬判不仅阻挡了增援乌克兰 还把党内同志麦卡锡 拉下了众议院议长的宝座 好的 关系完了在这一个议长的争议 现在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美国的重要新闻 我们看到在Fentany 这个是毒品 美国财政部在昨天已经对被控 涉及全球毒品贸易的28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其中就包括了被控贩运鸦片类药物 Fentany的中国大型网络 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也准备宣布一套锁定Fentany的前提供应的行动 这就是其中的一环 Fentany在近年来导致美国因为服药过量死亡的人数增加 遭制裁的还有加拿大的两个实体以及一个个人 和中国相关的另外也看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 根据美国方面多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 中国外长王毅将会在10月稍晚访问华盛顿 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11月APAC的拜席会要事先铺路 在这一个文章当中 知情的美国东亚外交官的消息 王毅预计在这个月稍晚访问华府处理日益进入冰冻的双国两国的关系 也为拜登和习近平之间备受期待 还仍然没有安排的会晤来铺平道路 在近数个月 拜登政府官员对中国当局进行一系列高层访问之后 王毅这次访问如果得到确认 也会是稳定两国关系并且制定 拜登与习近平会议议程的最新努力 而在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也在昨天 他们表示短影音应用程式TikTok 最近决定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聘任数名高阶主管 而他们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在给TikTok执行长周寿兹的信中说 这一次的人事调动进一步的引发的是 TikTok的营运独立性 以及它美国用户资安的疑虑 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的办公室则在昨天说 这个月将会率领跨党派的参议院代表团 访问中国日本以及韩国 那么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克雷波 也会共同代理这个由六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 克雷波的办公室稍早则说 这次行程计划下个礼拜进行 而参议院们则希望能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毁灭 舒默曾经多次敦促华福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他也在今年稍早呼吁国会制定新的法案 来解决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担忧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纽约的报道 知情人士表示Meta计划在今天要宣布裁员 受波及的则是以元宇宙为导向的实际实验室 也就是Reality Labs旗下的单位 这个单位主要是在开发克制化的晶片 这些职员是昨天在Meta内部的论坛里边才被告知的 那么一名消息人士说这一个贴文提到 他们会在今天的清晨收到他们在公司状态的通知 也就是是否留还是要走 带给大家这是在美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霍美剑 在美国新闻之后呢 下边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先来看一下 在2023年诺贝尔的奖项 现在化学奖出炉了 在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在瑞典当地时间4号的上午11点45分宣布 他由美国的化学家巴文蒂·布鲁斯 以及俄国学者埃及莫夫共获殊荣 三名学者都是在量子点的发现和发展贡献良多 而这个奖项的奖金达1100万瑞典克郎 瑞典的医学奖的得主是2号出炉 那么每年的诺贝尔奖州起跑 3号就是宣布物理奖的得主 而在今天宣布化学奖得主 明天和后天将会分别宣布的是文学奖 还有备受瞩目的和平奖的得主 到9号就是压轴的经济学奖了 好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沙布地阿拉伯 沙布地阿拉伯跟俄罗斯在今天双双的表示 要减产行动 把它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根据报道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 这个就是OPEC Plus的两大领袖国 在今天分别发布了持续减产的官方声明 沙布地将会继续的每天减产100万桶到年底 而下个月会再次的检讨这个政策 而在俄罗斯方面则会每天减少出口30万桶 同样的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全球原油需求写下历史最高之际 沙布地和俄罗斯不断的前置供给 也使得布兰特原油价格上个礼拜 逼近了每头100美金 但是涨势在近日是逐渐的降温 在今天回档到90美元 主要迹象则显示 油价的飙涨使得在美国的联准货 也把利率升到更高维持更久 那么在摩根达通则说 燃料成本也打压了消费者 需求破坏已经启动了 OPEC的数据则显示 减产可以使得全球油市在这个季 会陷入一个严重短缺的情形 可能会每天消耗掉300万桶原油的库存 速度则是多年来最快的情形 好 接着我们再看 这是在布鲁塞尔的消息 欧盟执委会对中国政府 涉嫌非法补贴电动车的贸易调查 昨天正式立案 将会在13个月内调查完毕 启动调查9个月内 并且可以对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电动车 施加战时性的反补贴关税 如果调查属实 那么欧盟执委会将会进一步决定 对这种不公平贸易要采取如何的补救措施 好 新闻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在沃泰华的消息 加拿大国会下议院的议长罗塔 在日前一位在国会殿堂上乌龙赞扬一名 曾经为纳粹服役的乌克兰裔老兵而黯然下台 在加拿大国会下议院也在今天选出了佛加斯 成为第一位非洲裔的议长 拥有338个议席的加拿大下议院成员 在不记名投票中选出了新任的议长 这位新任议长领先同党议员 那么在现在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一位非洲裔的议长 作为议长 佛加斯的职责则是主持下议院的辩论 并且执行国会的规范 同时维持超然公正 仅仅在必须化解僵局时 他才投票表决 依寻传统 佛加斯会由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 以及反对派保守党党魁伯利志 挽着手步入下议院的 佛加斯是在2015年第一次被选为国会成员 成立了国会非洲裔核心小组 而他也曾经担任过杜鲁道的国会秘书 下边我们再来看的是曼谷的消息 在泰国曼谷市中心 一间知名的百货公司 昨天发生致命枪击案 造成两个人死亡再次引发 在泰国枪支管制的质疑声浪 泰国总理赛塔今天使言 采取预防的措施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在现在曼谷百货公司发生枪击 两人死亡之后 今天仍然正常的营业 人潮依旧络绎不绝 游客则说是不会害怕 但是会提高警觉 泰国总理赛塔则说政府会加强预防措施 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 另外也看到在日本Sony集团 则在今天说开发以及制造电视手机的事业体当中 用于检测品质的伺服器遭到网络攻击 但是强调客户及厂商资讯并没有外泄 Sony说明确认到这一个迹象 而这个伺服器并没有保存客户及厂商的资讯 Sony本身仍然在继续调查这一起事件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我们看到这是一句中国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消息 中国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耿爽 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隆重举行 欢迎各方共襄盛举 耿爽也提出应该推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 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耿爽在这一个以经济和金融为主旨的委员会上说 中国将实践2030年议程同国家发展战略深入有机结合 透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进步繁荣 加嘴还有外滩这些都是知名的景点啊 既然恢复了跟疫情前是一样的 中国从9月29日开始十一长假到10月6日 期间还横跨了中秋节十一国庆日两大节日 一共8天的长假也被称为黄金周 民众大部分都会规划跨省出国旅游 而根据官方智库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预测 十一长假期间估计8.96亿人次会出游 年增达86%了 那么配合十一长假的话 像是在上海的外滩还会打灯光 有这个光影秀还比平常多了一个小时 那么在现在呢十一长假已经过半了 还是一样在知名的景点 仍然仍然还是相当的热闹 不过呢在今年5月1号劳动节假期 在中国网上走红 山东滋博烧烤 带动了在当地的旅游 还创下旅游订单飙升到百分之两千的现象哦 但是这股热潮却在十一国庆长假延续不下来 随着网红的效应的消退 滋博现在在十一的假期里边 只能够用冷清来形容了 所以呢这个就能够只能够说几家欢乐几家愁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的这是因为台风小雪目前还在西北太平洋 中国各部门现在已经紧锣密鼓要做出预防措施 其中在深圳个别景区已经被要求关闭以防万一 在广东气象局预计小雪将会在四号的夜间到五号清晨 以强烈台风级的登陆或擦过台湾南部沿海 之后就会进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 会往广东省东部海域 对广东省东部海面沿海城市会有明显的风雨影响 所以呢在现在因应小雪台风的到来 深圳个别景区已经被要求要关闭了 好下边我们再看的呢这是房地产方面 来自北京方面的报道 中国各地在9月陆续推出刺激房地产的政策 但是根据在媒体方面的报道 百强房企的表现还是不如理想 9月份的单月销售额是年减达30% 也有房地产业内人士说政策带来的利好 其实只有在上海和北京一点点 在第三方研究机构 在它的销售数据在这里表现 传统销售旺季的金酒 百强房企实现销售操盘金额 人民币4042.7亿元 而单月业绩则月增提升17.9% 在月增幅则涉高于去年的同期 报道也说今年第一届短暂的销售回暖之后 房地产市场又回到了下行通道 第二季百强房企销售额就年减了2.4% 随着7月百强房企的累积业绩增速由正转负 再加上8月9月又往下掉第三季单月一期的规模 现在看年减扩大降到会降低32.1% 好下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讲到了房企 我们就看一下香港方面的报道 中国大陆房地产商恒大集团的股票 在3号就在香港交易所恢复交易 那么恒大集团旗下主要公司 恒大物业也同时恢复交易了 近来陷入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 主席徐家印因为涉嫌违法犯罪 几天前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 公司股票随即停牌 现在中国房企恒大在昨天已经在港交所 复牌股价则看起来是往上升的情形 好最后看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昨天呼吁各界 共同努力增加香港旅游的竞争力 从中秋和大陆十一国庆期间 港人经陆路出进到大陆的人次 比大陆来香港的人次要多 李家超则做出了相关的呼吁 呼吁各界努力增加香港旅游竞争力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这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在下边我们要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来自台湾方面的最新消息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杭州亚运台湾代表队的最新动态 杭州亚运转世网球台湾男团 今年先在四强赛击退了印尼组合 之后在金牌战跟日本队交手 以1比4落败 台湾队收下银牌 另外软世网球女子团体 勇闯金牌战 不过也在今天下午 以3比5不敌日本队 最后收下银牌 闯进杭州亚运男子全级 71公斤级的金牌战的 我国全级选手甘家威 今天在过棒时 被体检裁判裁定 因为左眼角受伤严重 不准他出赛 只能收下银牌 甘家威接受央广专访时表示 蛮难过的 真的很想打金牌战 但是他知道自己伤势的危险性 还是满意这一次的成绩 另外台湾全级代表队 气势也相当旺 女子选手林玉婷 今天在四强赛 兑现了先前对媒体的承诺 顺利的以5比0 击败了印度的对手 同样晋级金牌战 林玉婷表示 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夺金为台湾写下历史 她说 现在在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创造历史 那对 不仅是写台湾的历史 也在写我自己的历史 那接下来 当然就是目标 当然就是在场上 听见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歌 面对2024年大选 国安局局长蔡明燕 今天指出 中共戒选的形态非常的多元 除了军事经济手段之外 甚至和民调公关公司合作 操作民调的结果 或是在选前动员台籍人士回台投票 蔡明燕说 我们有特别注意到 中共也跟一些民调公关公司在合作 来操作一些民调可能的状况 再来做发布来戒选 还有一个是 中共也邀请了很多台湾方面的 包括各方面的团体 还有地方基层的代表 到对岸去访问 最后一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选前会不会有动员 在对岸工作的台籍人士 回来投票 另外对于近日敌情是否异常 蔡明燕也表示 共军在福建大城湾的演习科目 与历年差不多 但动员的基建规模剩余以往 这是主要的差异 国安局长蔡明燕今天表示 在中国新版的反间谍法上路之后 国人在中国海关 遭到拘留盘查的案件数 从上半年的四件 到下半年至今 已经增加到九件 其中多维社会团体 也包括了学者 他提醒国人 前往对岸时要小心 避免无端入罪 民进党正式启动 部分区立委提名程序 民进党终止会 今年通过成立 部分区提名委员会 由党主席戴钦德 召集主持 委员会成员包括了 行政院长陈建仁 前党主席卓荣泰 总统府国策顾问何美越 高雄市议长康玉成等人 赖钦德呼吁社会有志之士 可以推荐优秀人才 期待未来的部分区名单 能够结合台湾更多的力量 完成历史的使命 民进党立委 中常委王定宇也表示 终止会花30秒 就通过部分区立委 提名委员会名单 授权给党主席赖钦德 充分信任筹组社会贤答 组成的推荐小组 至于后续谁来担任部分区 相信赖钦德会有智慧 蓝白在2024年的大选 是否合作备受瞩目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表示 蓝白和是必须的 也是民意之所向 国民党会尽最大努力 在共同理念之下 团结所有的朋友 这几个月 不断地堆叠善意 彼此在政治理念上 的确进入比较 稳健成熟的阶段 同时 在立委的提名选区 不能够让民进党过半 有关政治联盟的方法 国民党从未预设立场 也未排除任何的方法 朱立伦说 未来面对最关键的总统选战 我相信我们党与党之间 主席跟主席之间的联系 是从未见断的 那未来是我们的候选人 跟候选人中间 一定很快的 希望能够见面 能够沟通理念 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之下 我们来结成政治联盟 欢迎侨胞参加双十国庆活动 预估今年约有4000位侨胞返台 侨委会今天表示 为了振兴台湾观光产业发展 这一次特别规划海外侨胞 返台观光列车 5号将举行启动记者会 同时为鼓励更多返国侨胞 申请依侨卡 还透过抽奖活动 希望侨胞利用返台之际 多多到各地观光旅游 体验台湾之美 乔委会委员长徐佳青说 小犬台风来袭 刑定院长陈建仁 今天下午视察中央灾开应变中心 了解各单位的防台整备 陈建仁表示 从今天开始到6号 是小犬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他提醒各部会跟地方政府 务必提高警觉 在坡地易治灾 易淹水的地区 要落实雨量监控 跟盘点 易成为孤岛地区的物资 跟通讯设备 也请内政部 及时掌握可能的灾情 中央灾开应变中心指挥官 内政部长林又昌也表示 目前已经有陆树倒塌等零星的灾情传出 因应东南部 南部 离岛跟全台沿海空旷地区 将有强震风的发声 请地方政府对于陆树 招牌跟施工中的阴架 广告物 围离等应该做好强固 避免脱落跟掉落的情况 蔡英文总统今天出席台湾师范大学 跨域科技产业创新研究学院 成立跟街牌典礼 总统表示这是产学创新条例通过之后 设立的第十一个研究学院 这些学院都是因应全球产业发展趋势 跟攸关国家未来产业发展重心 台湾必须透过产学合作 在关键产业的人才培育上面取得先机 总统说 这是一个研究学院的设立 都有关国家未来产业的重心 传业发展重心 包括半导体 人工智慧 智慧制造 循环经济 及金融 在这些领域 必须透过产学合作 在人才培育上取得限制 气候变迁应应法 在今年2月15号公布施行 其中新增碳费征收的机制 环境部在明年1月1号起征收碳费 并在后年2025年缴交 第一阶段征收的对象 为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达2.5万吨的制造业跟电力业 环境部部长薛福胜今天表示 第一阶段将针对年排放量 达2.5万吨的排碳大户征收碳费 经过调查统计 全台共有512家 他并承诺将规划 下一步碳税征收跟总量管制 并在一个月内提出评估架构 劳工团体今天前往凯道抗议 他们指出 2024年总统大选倒数100天 但目前台面上的4位总统候选人 对于劳工低薪过劳 退休保障不足 跟全国消防安全 执灾等攸关人民生命安全的议题 却未提出完整的政策 呼吁各阵营应该正面回应 不要以毒不回 新高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 何正佳说 台湾劳工的低薪问题 根本就已经严重到变成国安问题了 物价悲涨 薪资不涨 台湾低薪问题不解决 劳工生活难过 不管是旧此坦平 不分不生 或者是累积对整体社会的愤怒 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近日屏东 明阳工厂发生大火 造成六名劳工 四名消防员的死亡 劳团也批评 资方根本是劳基法违法的惯犯 再次凸显台湾劳工的弱势 以及恶职的资方 造成的外部社会成本 消防员工权益促进会顾问朱志宇也表示 这十年来 已经有43名消防员殉职 凸显我国消防员 常年不受职安法的保障 也因为公务员的身份 无法组成工会争取权益 工商协会专员刘念云 也呼吁各阵营应该正面的回应 不要已读不回 如果候选人只顾到选举 不顾劳工 那就准备迎接 劳工的愤怒跟行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一会儿 4 8 9 10 7 6 9 感谢观看